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小就生活在轮村 在这个轮家小院长大 98年上大学 2006年引接生毕业 现在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工作 1999年因为我们这里是找到大水 大水退去以后一部分人出去打工 然后是盛行鱼的这些领老体路的 也要寻找一些生计 但是看到并不我们这些这个铁业里面的沟渠 还有小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铁龙 所以大家都想去捞这个铁龙 但是这个捞铁龙的过程 这个漏渠出来的过程呢 劳动量是非常大 我就想有没有办法把父老乡亲 提高一下这个劳动效率 后来就是回家 跟我老爸商量一下 我说能不能搞一个机器 我跟他有的脑筋 谁要跟他碰上的 吃得苦啊 我支持他 起初呢 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支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人是比较执着的人 有了目标他就想实现的 第一代就是把这个机器做了两个对滚 把他捏碎 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壳和肉 还是没有完全分离 还是通过我们人工操作 所以我们也在继续要想办法 第二个已经改建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这个抖 控制这个路量 这个壳鱼肉的分离 变手工为这个机械 加了一个分离塞 然后是还有一个发现这个田楼的盖 没办法去掉 那我想想第二代机器上面 能不能加一道内处理 内处理过后的这个田楼 往我这个机器上面放 壳可以分离 盖也可以分离 机器速度可以提高的很快了 只要再把这个打出来的这个碎壳跟这个肉 那我们洗一下这个肉 它会自动浮缩来 我们的这个收购商 它有更高的要求 最好是不要让我 还去手工洗一下 那么怎么样改呢 他就有的时候他就想 从别人的谈话当中 然后获取一些想法 灵感服务 接下来我就继续再改进 尽可能地 肉拿出来马上就了 在我的震动材上面 我改进了 就是把它下凹 然后利用这个田楼肉本身的这个 有绵阴护力 那么这个壳 因为它是一个脆性的硬性东西 它爬不上这个 就是提前的这个鞋活上去 所以它是肉出来 发现效果非常不错 收购商还是提出来的 这个继续下面的要求 说你上面还是不干净 还有这个细壳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难题 我女儿有一次呢 在做田楼机的过程 他就是感冒了嘛 然后感冒还要住院 然后打针 经济压力比较大 因为这边医药费也蛮贵的嘛 当时真的是费了很多神 这个时候我爸跟我说 继续搞 把这个东西 一定要搞得更好一点 然后我想想也是 马上改进 我们看到小师 有稍微有那个什么分泉 是吧 水一冲 这个碎壳 它就可以被冲掉 肉也是稍微跳起来 然后再掉下去 就掉到水里面 跟着流水一起走 那壳就被分离了 所有工作做完 就是变成了 我现在的这个 一世代机 从我们肖老师 发明的这台田楼机 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 这个产业化的前景 我们在今后的专利 转化产业化方面呢 学院会出台一些措施 来推进设备的一个产业化 就跟产业很好的结合 这个机器 经过了几代 不断地反复的这个改进 现在做的这个效果是 相当于是100 到120个米的这个效率 同样的时间内 我做出的这个质量 跟这个数量 肯定是要比这个难关的 要喝到好多的 兄弟啊 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发明 那就是啥流氓 只有把钱赚到来 发明才能够闻名 要想通过发明变发财 你就搜索我们的微信号 发明迷 点关注 多留言 我们下期间 您的存在 您的按钮 如果您还是在 您的愿门 您的按钮 您的按钮 您的设计 您的按钮 您的按钮